大家好 到了第三天 剛才名服其實是做了電波少年 去了一個神奇之路看那些車 那些倒後走的車 我發現那些車完全都是倒後走的 然後我把揮過 然後現在決定去濟州另一個很出名的地方 就叫西龜埔 由於我是一個路痴 來到這個地方完全不懂得看韓文 就連英文拼音都不懂得看手 所以我就來了 決定乘車回去濟州國際機場 我相信機場應該有車去到所有地方 它外面的巴士 基本上每一架都會經一擊機場 才會到其他地方 由於這次是窮友的關係 所以今天都吃得很普通 除了我今早吃了一瓶石頭之外 就介紹一下這個二千五瓶的三文治 二千三 然後呢 這個韓式的咖啡也是價值二千五瓶 就是兩個加起來的多少錢 三五瓶 所以去旅行便利店這件事 是必須要關注一下的 這裡很容易找到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你試想一下你在香港 你尤其去便利店買些東西 一罐咖啡加個三文治都不止這個價錢 所以這些地方是適合文化的 好 看一看這架 沒錯了 101號長途巴士 它可以去到西龜坡 但是因為我實在是一個普通 所以決定等下一架 就是另外一架巴士都可以去到的 不用太擔心 即使這架我走了 哎呀 車尾了怎麼辦呢 不要緊 這裡有很多快速巴士 可以去到我想去的地方 大家最好就一定不出發之前 最好就拿份地圖 其實機場都有很多地圖 可以提供給大家 即是它是教你 有甚麼巴士乘搭 也不用太擔心 有英文版的 有巴士路線給大家看 想去哪裏 就選你想坐的巴士就可以了 因為整個西州島 基本上都是坐巴士為主的 它的公共交通方面 就只有巴士 當然你有錢的 你可以坐的士 無人歡迎 甚至有些人租車自家遊 也都一樣可以 不過記得都是那句做好資料搜集 千萬不要做一個豬隊友